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他5月2号还要在夏威夷搞一个另类的像是小北约的这种军事会议 也就是说他是在东方这边以夏威夷这为据点 遥遥相对对上了是在欧洲那边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因为这边是四国防长但相对要小得多 但是日本显然要拿这个来作为他的官公耍刀刀用的这样的一个用武之地 那么我们看到同一时间日本的国会议员就跑到钓鱼岛上去 要搞他们的自己的所谓的主权活动 这点所有中国人都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那么这整个一年转的发展能不能看作是小日本 他们已经重新要发挥他们的军事用心了呢 刘老师 是的 欧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真是现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各个国家 曾经受日本侵略殖民的这些国家都要非常注意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现在这个尤其是岸田政府 第一岸田政府就比起过去的安倍来说 他这个在政治上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他基本上现在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宝都压在了美国身上 当然他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 他就必须要这个把他们储存下来的非常非常大量的核污水 要排到大海里面去 而这个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支持 恐怕他很难做到 所以呢他现在其实就是完全完全就是投靠到美国那边 那么美国现在很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战略呢也非常清晰 尽管呢这个俄乌战争还有中东战争 这个美国面对的两场战争 但是呢美国依然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者 所以呢他整个印太战略呢 并没有放松部署 那么印太战略的部署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搞了很多小圈子 一个小圈子呢就是他们纯百种人的一个圈子 就是美国这个澳洲和英国这个三个人的圈子 另外第二个圈子呢就是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 这个四方的机制 那么现在呢又搞一个美国菲律宾 日本三方的机制 紧跟着呢就像刚才欧老师说的啊 紧跟他们有开会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这个日本呢现在呢很明显就完全被这个美国拴得很紧 甚至这个充当了这个马前竹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日本绅士现在很可怜 那么过去日本的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呢 他们还说他们要当正常国家要摆脱美军的控制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日本现在连自己的领空权都没有 整个东军圈的上面的这个航空权都是属于美军所有 他们这个日本的那个客机启航还是要向这个美军申请这个航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啊其实他真是非常非常可怜 那么最可笑的是日本安全政府呢 非常这样投靠这个那个拜登 但是呢拜登对他们还是不客气 一旦一旦的这个打压这个日元 日元跌到了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历史以来的一个新低的一个地步 所以呢香港人我相信也有很多台湾人都纷纷到这个日本去旅游 因为太便宜了所以都去旅游去玩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给这个整个这个亚太呢 带来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不过呢我们也相信因为毕竟现在日本的力量还是有限 跟二战时期呢一较还是差很远 而实际上啊这么这么多年啊 这一整个被和平宪法圈子 他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呢 啊特别是在大杀伤器武器上面啊 他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现在啊其实他这样进一步进一步投靠美国 其实呢就是更加离日本的梦想要走一个正常国家 可能就离得更远更远 是我们看到啊整个世界的这个尖端的晶片 也就是先进制程的晶片 那么就是指了这个1.5纳米到7纳米之间的这个晶片了 主要关键技术是控制在美国 再加上日本的一些相关的化学物质材料 还有台湾的台积电 领多再加上荷兰的光刻机 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的 明明也有这些相关的技术 却牢牢的被美国给控制住呢 难道美国真的控制住什么关键的技术 来压住了日本的软乐吗 刘老师 是的那么因为实际上呢 我觉得呢从日本本身去找原因呢 就是现在岸田政府呢 他的政治经验 他的这个这个整个国际外交的经验 真是太差 那么我记得安倍时期呢 特朗普呢就要他这个加美军住在日本的军费 这个军费加得很厉害 甚至翻几番 对不对 那个安倍呢很狡猾 他就是也没有正面去顶这个特朗普 在川普面前呢好像逼宫兵计啊 那个不断的哈咬但实际上他就软顶啊 但是那个这个安倍啊大家知道他被暗杀了啊 所以在现在来说岸田呢又急于啊 不要推销他的这个啊核污水海海 所以完全就被这个拜登给圈住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啊这个现在这个啊日本啊他自己控制了这个在芯片里边呢他就有重要的一个原料就是光刻胶啊只有有这个胶呢才能够啊在在这个芯片加工上啊包括台积电呢都需要用到这个日本这个这个光刻胶但是日本他如果啊完全封锁的话那么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啊� 他第一天自损八百这样状况啊实际上自己也少了很大的利润 所以未来这个情况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啊博弈中呢啊其实未来我们值得观察的啊 啊现在美国呢希望啊整个西方包括台湾在内啊组成一个芯片的联盟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荷兰方面呢已经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啊限制 因为实际上呢啊中国大陆现在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市场呢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利润的回报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博弈呢啊未来也是值得我们非常关注的 是感谢刘老师精彩点名 但愿了美国啊赶快放弃他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态度 谢谢刘老师 感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 谢谢